横拳是行翼拳实战的标配 搭桥 开路 进攻 防守 游走 转化 几乎全能 是不是觉得有点玄乎 点赞 关注 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河南新一六合拳十大征型中 就已经有了横拳 拳譜曰 起手横拳是难招 展开四平前后烧 河南新一六合拳中的横拳 也叫横拳 豪横的横的发音 不知道是不是受河南方言的影响 还是在潜意识中追求豪横的意境 在打横拳时 躯干树果 如同弹簧压满后回弹 后脚蹬地 传道烧结 此时 如果大地上镶嵌一个铁环 套在手臂上 这股由下而上的劲力 要恨不得将大地撕裂掀翻 新一六合拳 追求的就是这股 瞬间结束战斗的绝境 实战是极为的凶狠 但是我个人感觉 这与行一拳中的横拳牵扯到一起 有点过于的牵强 倒是十字裹横和行一拳中的横拳 有更多相似之处 其中的缘由 感兴趣的相伙伴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加入我们因为功夫粉丝群 怎么共同玩味探讨功夫的魅力 不光是河南新一六合拳 代是新一六合拳 也是如此 在代加拳中的横拳 虽在拳谱中的文字理论 与行一拳一样 但在外形上 却与河南新一中的横拳 更为了相似 只是拳架更高 幅度更小 融合了更多的柔劲在里面 不过千万不要被其外形所欺骗 拳谱有云 静如好腹 动如猛虎 干架时代加新一的横拳 战斗力依旧爆表 从河南新一拳 到代加新一拳 感受到横拳的演变轨迹之后 咱们再来看看 行一拳中的横拳 蛇行步游走 直线中暗藏着 横向的铃果钻翻的错劲 感觉不到太多前者的豪横 却多了更多灵度变化 四通八达 实战中我喜欢用横拳刺探 可虚可实 在不清楚对方路数的前提下 不要轻易的冒进 不用横拳试探进攻 感受对手手臂功力的同时 还可以观察对方能否做出敏捷的反应 所谓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 不是靠猜出来的 是有明确的意图试探出来的 试探几下后发现 对方的眼神 手法 身法 步法 不断的再调整还击 那就要多留神 如果对方拳架散乱 呆若目击 毫无张法 那就恭喜你遇到了一个new fish 找准机会 脚踏中门夺地位 追风感越 不留情 实战中 横拳可以破坏对方的进攻路线 也可以转化为雕首 控制对手重心后再进攻 可由拳变掌 干扰对方的视线 还可以延伸出十二行中的拖行 直接重创对手 无论是心意拳还是形意拳 得意者都看人如薅槽 打人如走路 仅供走路的低耗能 就能释放出吹呼拉朽的破坏力 靠的就是合理的肩架结构传导能量 五攻合一 这是五拳法实战的最大的魅力 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关于如何在真实的战斗中去活学活用 我们将会在往后的节目中 为大家一一的展示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